好 各位线上的投资票 大家晚安 今天7月5号 星期二的晚上9点42分 大家晚上好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目前市场上预期 这个景气衰退 那资金开始有流向这个 保守的资产 这是市场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做个补充 那目前机构大户 偏空 你现在看到所有的新闻都相对上都是一些 非常负面的新闻 那也引起的主管机关的一个注意 那现在今天已经有出现这个个股背离的一个条件 那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先前回来跟大家做分享 一定要锁定 谢谢 谢谢 好大家晚安 来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还是要跟投资朋友讲 涨跌跟我们投顾没有关系 好不好 投资朋友不要看脱了 那我觉得一些重点东西大家要先看清楚 不要被这个情绪所影响 那美股的下跌呢 其实呢还是等收盘才知道 等收盘才知道 那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的一些解读 那 新的观众你也不妨把节目看完 大概了解一下老师过去说讲 讲过哪些东西 还有我们提醒过哪些东西 我们做了哪些的动作 好不好 你可以去做个比较 跟同行去做个比较 好不好 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行情 这一个季度的下跌 外资的提款已经超过上 过去几次 很大的危机来包括 08年的金融海啸 2013年当时要收QE 也出现了一个恐慌的下跌 那2018年联准会 之前的升级循环 行情其实应该是中美贸易战 那有某个季度出现大跌 那这一次 的一个大跌其实已经超过前几次了 那外资卖了一个金额 我想大家也知道吗 已经是去 已经是 大概两年的加总了吧 上半年 好所以 我跟 在周六跟大家分享说 目前市场上已经认定 美国景气会衰退 市场上认定 而且已经用脚投票了吗 这是市场上的一个行为 好投资票 亚特兰大的联准会 这个 GDP的追踪工具 显示 在这个月月底 要公告的这个经济的一个 GDP数据 可能会再出现一个 衰退 就连两季衰退 就是号称技术上的一个衰退 所以目前新闻上面都是来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从金融市场的解读来告诉 投资朋友 虽然有些的一个资料已经显示短期操跌了 技术面关力也很大了 筹码融资也多杀多了 但是你可能看不到 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止跌 那这个市场上目前信心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个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在这里出现这根中长红 然后 欧洲的股市因为经济数据下午公告的数据有些不太好 所以欧洲股市下跌 欧元的部分出现一个大扁 所以美元 大升 资金有开始往美元的走向 那这个创新高我觉得要观察 因为我们的判断是其实 这个资金过度倾斜 反而是容易见到短期低点的一个讯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今天晚上的收盘 再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美国政府的10年期公债 10年期公债 那这边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是我周六所讲的 美国公债下来之后 正常股市的估值 应该是有利于反弹 但是这一次的公债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到股市并没有明显的反弹 那公债殖利率下去代表前往 债券市场去 所以其实这里 是告诉投资朋友 市场上现在的心态 非常的保守 所以公债殖利率下来 通膨有机会下来 那正常股市应该要有机会出现一波 明显性的反弹 但是现在没看到 所以这是信心面的问题 信心面的问题 分析师没办法跟大家做分析 但是投资朋友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新闻所告诉你的 负面讯息 都是在低档利空出现的时候 才发生的 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市场上 早就已经有知道跟预期 我们讲这个债券殖利率的事情 6月中我告诉大家 联准会要激进的升息 目前预估到年底可能升到3.375 那我们是告诉大家 我们抓3.5%好了 公债殖利率过去在 联准会升息到3.5%的时候 就是在哪里 就是在3.5到4% 所以当时在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 他初步反应之后有机会下来 股市也应该有机会出现一波的 反弹 好那确实公债殖利率下来了 那股市也有稍微反弹一下但是 力度明显不够 所以我们看到6月中我告诉大家 这里可能会下来 没错吧 那也确实下来了 这些大概都是符合账我们的预期 好所以投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我告诉大家目前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的源头就是通膨 因为通膨的关系 所以联准会要升息 升息的关系 债券殖利率才会上去 所以股市的估值调整 然后 下跌之后会有去杠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因为 美国重要是看这个核心的 CPI资料 联准会升息也是看这个资料 目前克里夫兰的预测都是在下 所以6月份的整个第2季度的 6月份不管是汽油原油天然气小麦 都是下跌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个预测也是告诉你7月份 的资料会下滑 6月份可能短暂创高 就在7月中要公告了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大概都有在预期当中去走 但是目前市场上显示出来是 心态非常的保守 所以投资朋友我们来看到 通膨在第2季确实有些迹象告诉我们 这里容易见到转折点 克里夫兰的联储 所预测的东西 也是告诉我们 这里7月份开始下滑 所以联准会所升息的路径 会不会有所改变 那我们可以去做个观察 如果改变之后 投资朋友 那不见得会向大家所想的衰退 因为大家已经预期会衰退了 所以投资朋友我们在操作上面 最忌讳的就是去猜测 最忌讳去猜测 所以我都尽量用数据来跟大家做一个 分享 那目前市场上的解读 我是告诉大家 心态很悲观 极度保守 钱都往保守性的资产去 但是当资金过度集中之后 反而是容易更是 恐慌的低点 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地方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讯号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中美之间 可能会 美国要去降中国的关税 因为目前已经有到 部长级的 开始做一个通电话 叶伦跟刘鹤 有通电话 取消这个加增关税的事情 这都是为了通膨的事情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拜 拜登 华尔街日报所刊登的 这个礼拜很有可能就要去降中国的关税 那这边有一个 经济研究所的 分析师 所预估的来跟大家做分享 照目前的这些项目去减的话 那 消费者物价指数有机会 下降0.26个百分点 这也是告诉大家后面的通膨数据也确实有机会 逐步的下滑 然后呢 随着美国企业降下之后最终有机会让通膨下降1% 这是一个新的消息来跟大家做更新所以 通膨的走向大概还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 好所以我周六跟大家分享这个重要的一个时程图表 那其实你会知道 7月份就是一个很关键的月份 这礼拜呢 我们周四的时间有这个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内容就是6月中那一份 7月13号会公告CPI 目前克里夫然的资料显示怎样 有机会6月份还会上升 但是这里可能是最坏的状况 再来GDP大家都预估会衰退 大家都预估会衰退 还有联准会的升息的政策 7月底会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大家都认为 7月28号的GDP 会衰退的话 那投资表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最坏的地方 也是 两个利空去做一个测试 所以7月份如果测试没有什么问题加上目前市场上的心态是这样的话 7月份很容易 好出现一个相对低档的地方 所以投资表在7月的 7月份的操作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 你要非常谨慎小心 那我想建议大家该解码的时机 我都有建议大家 该控管资金的部分 证据我待会来给大家看 好不好 所以7月份很关键 那最差最差的状况很有可能就是出现在这里 所以你心里至少先有个底 好投资表那这一次的行情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其实不会像2008年那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当时是因为有雷曼的倒闭 因为债务连锁的关系 这一次的原因主要是通膨 造成这个衰退 那制造业的周期调整一般都是比较短的 你细节可以看我周六节目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行情 有网友来 跟我们留言说 老师节目上在跟大家讲这些总金的东西 好像在给大家洗脑一样 不是没有我们都是讲客观的数据 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 你总不希望一个分析师 嘴巴是 一直没有没有任何的证据 然后跟你用喊的吧 美国可能经历二战以来最奇特的经济衰退形态 投资朋友我们其实也真的没有看过 我们没有看过美国在充分就业的时候 这里 瓦尔街日报提到 目前有130万人领取这个失业的支票 远远低于大流行前三年170万的平均 所以投资票 其实我跟大家强调什么 叶伦为什么认为 这次打通膨可能不会提高失业率 这边的 报纸有写到 经济衰退有不同的一个 程度 投资票 有严重的有轻微的 那大多数认为有机会衰退但是可能是相对轻微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了解美国 现在的经济衰退都跟你讲美国 美国 会出现衰退之前 投资票 都会出现失业率上升的讯号 这是一直以来我跟你强调的东西 投资票其实这就是事实 而且所公告的失业率 投资票 目前最新的 在这礼拜要公告的 市场上预期也是维持在3.6 不会变 所以在充分就业的时候你要直接去拆美国要衰退 投资票那我们只能说尊重市场 因为市场太悲观了 因为因为我联准会要这样做所以将来一定会衰退 但是没有那很多东西来讲的话看起来是 还没有这个迹象 对不对 但是 有这个走向的话 那你必须要控管资金吗 我们也有做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美国家庭储蓄的一个金额 还是比过去几年的季度还要高 所以 储蓄的部分也有机会帮助美国的家庭 冲击这个经济的衰退 这都是我在6月25号跟大家讲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 布拉德会告诉你 不太可能出现衰退 所以美国家有两种声音 有人认为不会衰退 有人认为会衰退 有人认为是轻微的 啊因为这个东西吵 吵得不停 因为 就在 充分就业的地方啊 充分就业的地方 然后你要去拆说要衰退 好投资票 其实我认为就是美国 联准会收资金 收资金在跌而已 跌了之后就是一堆 鬼故事 而且现在大家都非常看空 空投部位 这个机构统计的 目前的放空的金额是 比2008年当时的时候 还要高 现在空投的比重是 83% 那市场上的情绪就是很看空嘛 对不对 6月中这个地方 美国散户的调查 你看这一个 资料已经是来到这个地方 创了10年新高 大家很悲观嘛 所以新闻推波注完之下 你看连基金经理人也很保守吗 现金部位不是创20年新高吗 这是最新的恐惧贪婪指数 今天晚上可能会更低 25下都是极度恐惧跟 害怕的时候 所以在这种情绪之下 投资朋友 这里美元冲出去 美股一个下跌 那你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就出现已跌止跌的现象 因为公债殖利率 我们认为已经是初步反应 美元他也已经反映到升息该有的一个程度了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而且都是坏消息一堆的时候 好那我们回来看台股 你是老师APP用户 来投资朋友 我最近的文章写的重点都是告诉你这个 台湾毕竟是潜蝶市场 那我们也尊重吗 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第1个选择权 现在法人大户是相对很偏空 而且去做避嫌 选择权1以上是偏多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掉到0.59 这投资票这个到0.5几 我必须跟大家讲 我可能七八年都没有看过这个 掉到这个数字过 几乎没有 2005年的时候好像有一次吧 所以我跟大家讲比赵2005年 所以从筹码面的数据 我跟大家讲 其实现在法人就是在做避嫌 空单也在做一些增加吗 所以 在这个避嫌部位没有解除之前 我也是告诉大家你要谨慎小心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10多头吗 透过一些数据还是跟大家强调怎么做吗 但我们认为有些利空真的底已经先反应 那就看投资朋友你怎么去做 好不好 大家不妨可以去搜寻一下这篇文章 7月4号这篇文章 邱智昌专栏 然后老师的会员也叫智昌吗 他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金融学系的博士 经济 经济学方面也非常厉害的 那你不妨就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他写的是 现在台股被楼令跟拘集 因为他认为很多的东西 大家认为美国的投资银行对联准会的利率漫天的喊价 你没有详细的去了解一些东西 目前这些坏消息吓坏了一些刚贷款买房的 真心想成家立业的 好投资票 那 经济社会的乱源 没有人去了解这些的一个经济景气跟 所谓的货币金融的 部分吗 这就是要告诉大家现在市场上 很多东西在我们所了解看来 我们其实认为金融市场已经有初步反应的现象 但是坏消息一直出来 坏消息出来到现在连主管机关都认为 谣言满天飞 对不对 证交所我已经说 散布 不实消息的要法办 贵买市场也有 这是要告诉大家有些假消息已经被检举到 连主管机关都受不了 那在这种时候就是有些人去放空吗 然后放这些消息然后让大家很恐慌吗 你看包括连假日的这个 台积电被三大客户砍单的事情 老师周六已经用郭敏奇的推特 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说郭敏奇的讲法你可以参考因为他姓郭吗 跟黄海集团有亲戚关系吗 对不对这个备货量这过去的苹果拉货状况是怎么样 他的习惯是怎么样 你看我周六的节目吗 再来投资票 你要特别去注意 上下游之间 如果真的这么差的话 这是鸿海集团 对不对 他上修了全年的展望 投资票鸿海集团是做什么的 鸿海集团是最下游的做代工的 那他都能够上修全年的展望 他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 我从这边我不是死多头我们就是从一些逻辑去看 对不对 那真的真的东西有些东西都有提醒大家过 对不对 汇率的贬值 财测是用28块8去算的 这是一些电子业的一个产业的内容 晶圆代工遇到乱流 但不是寒流 我认为半导体他会有些不同的差别 我们认为IC设计要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最上游的晶圆代工尤其是台积电我们认为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这些消息也让 也让这个 台积电真的跌很惨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我认为半导体现在跌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两党的这个针对美国针对这个科技的法案要不要通过了 对不对 现在不管是台湾的台积电 也有跟美国警告 如果这法案在7月份如果不通过的话 因为要修会了吗 台积电去美国建厂一直拿不到补助金吗 对不对 不管是台积电还是英特 都已经跟这个 美国商务部去 要挟的包括环球星也是一样啊 你要大家去建厂啊 补助款 这些的法案都没有过 你也知道美国建厂成本很高吗 所以台积电就说他可能会缩减对美国投资吗 英特也说可能 要先要不见了吗 要去别的地方 设厂了吗 所以我认为其实半导体弱是因为这个东西 那我周六也跟大家讲这个库存的事情 其实库存的东西投资朋友 你去看一下谁是马后炮 还是我们有没有先跟大家讲 4月16号的时候其实我告诉大家 制造业他本来就会有个周期的修正 从这里要跌破零走我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第二季我们对于电子股相对保守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4月中的节目 好 那美国最重要的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 所以其实当制造业衰退的时候 要做一个 库存的调整的时候 那美股大概都会跌个 一两成吗 修正吗 对不对 这是我跟大家举过案例的4月中吗 好那我在 周六有跟你分享什么重点 我说有些领先指标已经先上来 全国景气 全球的景气 三个重点吗 美国 欧洲跟中国吗 那跟台湾是制造业相关的就是中国吗 钢铁也是跟中国的景气最直接相关吗 好那 关于全球景气我是用这图表来告诉大家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然后呢制造生产完之后去美国 如果现在市场上在跟你传这些存货的问题 那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蓝色圈圈就是我周六讲的重点 中国制造业的这个新订单减到成品库存他如果先上来的话 他会稍微领先 美国一到两季 蓝色圈圈是不是都在都在黄色前面 那我周六已经告诉大家了 中国已经上来而且回到零周上 所以这个东西一上来都是没有 那美国那边的库存 这个都是你可以去思考的东西这个领先指标已经先上来 所以如果中国景气已经上来的话全球的景气 美国在相对不错的地方大家认为他要下来 但是 中国呢已经是正在上去 所以全球我们真的没有到这么悲观 好不好那市场上为什么担心我周六讲很清楚吗 第一个 通膨 原先第1季认为是高峰结果没有吗 到现在都第2季末了吗 还不确定吗 所以有些东西没办法确定 然后升息的利率到底要升级吗 原先7码变9码 变11码又变13码 变来变去的这是今年的行情的特殊在这里 那因为升息之后大家会怕衰退吗 所以你可以特别去看一下这东西都是有相对的逻辑的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美中的竞赛现在已经是在比拼经济的 美国说今年要赢中国 中国也说他今年要赢美国 所以你看美中国做的这些的措施 还有老师也跟大家强调我认为今年没有看的这么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5月中就先跟大家分析 中国最差是第2季 中国最差是第2季 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股市是不是领先 你从这个图表就是要告诉投资朋友 就是要告诉你什么 投资朋友股市会领先 经济景气 那坏消息最差的时候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投资朋友那股市是不是先涨 然后你慢慢看到一些 经济景气是不是第2季是最差的状况 他前面做过哪些措施 中国股市在差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就是告诉大家最差的第2季 大家怕了这个防疫政策 我也告诉大家 北京上海本土加零的 缩短这个隔离的一个时间了吗 只有经济数据是不是最差在第2季 已经过去了 制造业PMI是不是开始弹生 中国要砸钱 去做 447亿美金要做基础设施 那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中国银行的研究院 告诉你下半年中国景气有望足迹回升吗 这最新公告的6月份的服务业的PMI 创11个月新高 服务业的PMI 那是不是代表后面的消费 中国是消费大国 所以如果中国是这样的话 那投资票 那美国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差的话 那这两个全球的最大最大的两个引擎没有问题 那你怎么认为这个要大衰退 而且通膨的一些东西都跌下来了 所以市场上这样认为 那我们当然尊重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做控管 没有信息吗 我们做控管 好投资票 所以钢铁的部分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跟对岸的景气最直接相关 对岸的景气都上来的话 这个是我跟大家强调的 我没有要大家 用力去买钢铁股 老师是 负责任的来跟观众朋友 跟我的会员 有些会员甚至已经到齐了 我来跟大家追踪看法 好不好 如果有机会的东西 那我认为你就是 不要去乱砍 上来你会怕你要减码没关系 好不好 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些现象 高盛大降铁矿杀的目标价 目前在100块钱 他要把他降到90块钱 降这些目标价之后 你也可以看到钢铁股 其实大盘这两周在跌 基本上他就是横盘在这个地方 利空测试 其实没有什么跌 所以大盘跌到这个地方 有些股票如果离月线跟季线 管理很大的股票 你发现有利空或大盘跌 他不太跌的话 投资朋友那些股票短线上 叫你不要杀低 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好吧 那我也跟大家特别讲一件事情 我钢铁股 香港的讯息老师会在APP里面 好去做追踪 所以一定要去下载我的APP 一定要去下载我APP 好吧 你如果担心诈骗集团的话 你再 下载我们APP 这里的LINE都绝对是正确的 怎么下载呢 在Google跟 AppleStore搜寻老师的名字 那你完成手机验证之后 自己key in你的 你的名字跟这个 密码 就是你的账号跟密码 注册完成之后 重新登录就可以 那快速性的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 申请体验的一个内容 互动教学 我们在明天 星期三是第一场 第一场 那我们 这个 下个月开始 老师的这个互动教学 因为一个月是两场 那这个我们会针对这个 用户 一个 非公开的直播 就是来帮大家做一个持股见证 因为我们原先是希望让大家提问问题 然后我们有个教学互动 但是我发现因为行情不好 那大家问的都是股票 那我们制作团队也认为那就是先以 帮这个用户去做持股见证 所以明天晚上我们会针对就是大家先提出来的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内容去做回答 然后呢 有时间我们就做这个持股见证 这是针对用户所专属的 那我们团队在这个 每个月第二集就是会自己会订一个专题去录影录一个教学的影片 所以这是我们的互动教学 那五报导航呢盘中数据 老师会给一个结论的看法 你是这个注册的用户 来你在今天的12点左右 大盘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告诉大家 他有一个背离的讯号 今天已经出现结构背离的讯号 谁卖讯号 我待会来跟大家讲 所以投资票如果说你想要体验 我们的五报打行跟互动教学的话 下载APP之后首页这里有个紫色按钮你点进去 点选申请填表之后 那我们服务人员跟你联络互相加赖 我们会帮你做开通 目前这个体验是 不用花钱的 所以APP其他功能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直播通知包括文章 包括五报分析 那将来钢铁股的讯息我都会尽量在上面做追踪 因为老师要把直播的时间缩短 因为我这24真的太忙 那我真的是不希望让大家每次都到 10点多11点多 太晚的时间 所以我将来都会尽量缩短 那重点我都会在这个文章上面 或者是五报上面 我会领先的来跟这个粉丝们 做分享 好不好 所以一个贴心的小提醒 你手机下来之后 记得 在通知的地方 点选老师APP要允许通知 这样我们不管是 有更新影片 或者是文章的话 那你第一时间就会收到了 那如果说有 个股问题 你 这个地方点这个 LINE的咨询 这个路径就一定是正确的路径 所以 一定要下载我APP LINE的部分将来我们就不会去发文跟发讯息了 好不好 就是都会在APP上面 所以邀请你 一定要下载我的APP 所以这是一个关 忠实观众的服务平台 你可以搜寻 Apple或者是Google搜寻 或者是我们影片下方有这个下载连结 你去点写下载就可以了 你现在看直播用手机看的你用点选 是最快速的 好不好 所以呢 尽快去下载 那喜欢老师的影片也记得帮我做 订阅 手机打辞这里 聊天室叉叉点掉之后新朋友帮我订阅跟开小铃铛 那自家人请帮老师按赞跟分享影片 订阅老师的频道来投资朋友 今天的这个五报 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说的背里是什么意思 来 老师的频道是会提醒你风险的 我们不是那种一路叫你用力买 下跌不用担心用力买那种 不是 有相关讯号该解码 我跟大家讲要解码 来2021年 4月份这个地方来指数涨多头股票数量往下走 这就是背离 所以5月份出现这个下跌 所以该提醒你的时候我有提醒你 好那我今天五报跟大家讲的是来现在已经有稍微出现跟去年8月份的一个 8月20号当时的资料是一样 当行情修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个股跟大盘是会不太一样 我们在观察是当指数破底的时候 肩指数破底吗 当指数破底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什么 空头股票数量反而是逆势下来 多头股票数量反而是 往上升 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背里 这个就是告诉你有些个股不太想跌了 跌不太下去了 这个都是一个初步落底的一个 讯号 好所以你是五报的用户来投资票你今天就会知道你就会收到这个图表 中午左右你就收到了好不好 那重点是操作部分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来投资票今天一开高 大厂很多人认为 诶 透懂啊 没问题要去追股票 对不对 但是 我今天告诉会员朋友 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线 这个卖压是一路的往上窗 一路的往上窗 所以我的讯息就告诉会员朋友 早上 9点半的时候 卖压偏高 量不太够 早上是不能追股票 至少投资朋友你的分析师要知道今天的操作怎么做 所以今天从开高 一路往下 这个高低点 投资票差多少 三四百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开高是检视个股要不要去减码的时候因为 卖压冲上来了 好那什么是背离呢来投资票你可以看到这边 今天在这里破底的时候 你有看到吗 空投股票数量是稍微下来 多投股票数量上去 所以跌 再跌指数 但是今天的个股有些明显性是不太想跌 那这行情我刚刚跟大家讲大家很保守 对不对 从一些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一个卖压的买买买股票的数据 买盘 的数据你可以看到 这个47万张跟这个最近这个月的低点 51万张今天是更低的 最近的行情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买盘 大家不太敢买股票 所以如果没有买盘接手的时候 恐慌去杀你会发现那个价格跳很快 这就是事前目前市场上的一个情形 什么时候信心恢复 那就是你要 去决定 什么时候要去积极操作的时候 现在还是采取一个防守的姿态 好不好 所以这是有依据的带领 那你如果是五报的用户 来你中午就会收到这个东西 好吧 那从低点从这里往上拉拉了250点 那如果出现这个讯号 明天跌的话 投资票 你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 个股还是有可能会跌不太下去 因为已经出现了这个讯号 好吧 那美股的部分就看怎么收盘了 然后老师也不是 在跟大家分析美股 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现在都跟你报已经知道了坏消息 手机 电脑出货会不好 但是你会发现 出坏消息的时候都已经跌一大段了吗 那你要看到消息的时候才要去 卖股票吗 老师是有提醒你的来2月23号我告诉你 1100块联发科我告诉你要卖 我告诉你今年手机会比较不好 我这表2月份就告诉你的不是这个时候看到坏消息的 才要去杀低 第2季比就看保守电子股为什么因为缺料成本上升影响 这都是先讲的 2月26号 还有老师的节目有提醒你资金控管 因为第2季电子股我看的比就保守 所以我跟大家讲 电子股不好大盘不会好 所以告诉你资金用五成 没错吧 所以其实你有控管的话行情跌到这边我觉得你比就不会那么紧张 所以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同业 对不对同业是叫你用力买 不用担心吗 那 投资朋友 我有提醒你解码股票 我有提醒你避开一些觉得怪怪的不太对的族群 对不对 所以真的也跌电子股来当时也是真的涨钢铁股 也真的涨化工股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去冷静看一看我们所分析的内容跟层次 还有过去所提醒大家的转折点 11月6号这里美股叫你要卖 为什么来到贪婪的地方吗 所以我尽量用数据来讲我不要用猜的 我不要用猜的 我尽量佐证有这个迹象来告诉你 2月9号我叫你解码吧 我叫你卖股票吧 对不对 最近来投资朋友5月28号我怎么告诉你不要追股票 要剪码 你可以自己去看这里告诉你你要解码吗 没错吧 那我怎么会是10多头呢 对不对我有叫你卖股票啊 我告诉你要解码 投资朋友 所以我解码什么股票 也给你看啊 所以该卖股票的地方在这里好不好投资朋友这里该卖股票我告诉你 6月7号我有告诉你 在这里 解码资金降挡数吗 降资金等机会吗 6月7号YouTube 我告诉你主控权到你手上吗 不要把它交给市场去决定吗 因为量缩掉了吗 6月7号这里量缩掉 就告诉你上面的季线没有要过了吗 投资朋友所以该卖股票的地方在这里就跟你讲 不是跌下来的时候 还要用新闻去跟你恐吓 好投资朋友而且今天有这个 网友 传这个同业的节目给我看 就说老师真的跟你讲的一样 人家也在这么讲 那你去想想看为什么同行也要这么讲 要讲什么 他在跟观众讲台湾的放空制度的问题 因为现在投资朋友非常看空吗 看空道去质疑分析师说你是死多头 你不带会员去放空 那比我资深的前辈都跟观众朋友讲了 对不对 投资朋友你要了解台湾的放空制度 三四月份股东会要强制回补 这我早就告诉你 所以很多空单三四月份空头老师在那里是被强制停损 所以四月中之前的行情投资朋友我都是对的 四月中跌到六月份这一段来空单确实有绩效 但投资朋友 你要知道这中间经过融资断筒 还有投资朋友 六七月份是除全息的旺季 除全息要强制回补 这是台湾独特的交易制度 还有平盘下不能放空 所以投资朋友 很多人跟你讲空 他自己有没有实际自己操作过 投资朋友这是个大问号 不是你讲空 然后你发个call讯带会员空 会员就有办法空 你实际去放空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那不一定是适合带会员 还有人说要什么用什么权证这些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台湾的权证的那些 那个成交量 那很不好成交 投资朋友 所以台湾的制度问题才跟大家强调 做空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你看老师的节目到现在 我都用数据面跟你分析 而且我跟大家强调 尽量要减码的时候 我提醒你 有风险我提醒你不是吗 没有错吧 这就是节目的差别啊 好不好 我觉得你自己去体会了 台湾的 这种避险跟放空 没有台湾 没有国外的这么的灵活 商品的部分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该解码我提醒你解码 我也卖给你看 没错吧 我怎么说怎么做 你有看到同业有 拿出证据给你看过吗 看哪卖掉也跟你讲 对不对 帽连也是一样啊 还有上尾投空 对不对 当时这些有卖啊 6月份 我说要解码股票 我陆续卖给你看了 所以都没有你有卖才有钱买吗 包括太阳冷元金吗 当时办现真 元金38块多 跟这里36块多有卖 今天涨停板还在这个价格以下 你有卖投资者你才有钱买不是吗 对不对 包括联合再生啊 那你看我讲的是不是好股票 卖掉不会变空头 还跟你继续追踪产业 这我跟你讲是重点 6月23号我们告诉你这三支里面 联合再生最强 对不对 现行里面他最强吗 联合再生也大涨啊 这6月24号 那你要记得哦 当时台股在哪里现在跌多少 那你再看一下现在联合再生 在23块钱 都是没有 台股跌多少他没有跌 他人这个族群是不是对的 没错吧 所以这边我不会跟你包山包海讲一堆 我就是跟你讲我看好有机会的族群 对不对 那太阳能对岸的大厂涨价 昨天的新闻啊今天利多有反应 还是相对强势那看你做什么吗 你该卖你有你要有卖吗 可以买的你买吗 可以留的你留吗 你会怕就减码吗 我讲我讲的很客观 那不一定要去放空 你要空我都强调你去空期货 空个股 投资朋友问题很多 强势回补的问题 还有会员能不能及时动作的问题 你做多投资朋友你做多 行情不好你买有本质的股票 会员手脚很慢 会员要上班 你要做紧张兮兮吗 你买股票你买到股票有些套牢没有问题 会员会员会期到期的 你只要是买好的股票一段时间会员获取解套了 投资朋友你做空不一样 三四月份要被强势回补一次 好所以你去想想看我们所讲的东西 都是从食物面出发 那个东西自己做可以 我们懂的人自己做可以 带会员不一定适合 好不好投资朋友我觉得很多的 小白不是很理解这些东西 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讲的 平盘下不能放空 那个速度要多快 所以真的空的到 真的吃的到吗 这个是你要去想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 很多观念 你要想清楚 不是死多头 是台湾的市场 蛮独特的 做空有多少的限制 你先了解后 你决定要不要去做 你决定要做 你就去做 我们觉得那个不太适合 尤其在这个时期 强势回补的时期 好吧 我想很多没有同行在跟你讲这些 昨天已经有 前辈跳出来 跟你讲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早 我早就是我讲过的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你找一些机会在哪里吗 毕竟也跌多了 跌4000多点 所以这个电力的事情 台湾政府说要 从除能出发吗 6月23号我是不是跟你讲中兴电 大盘有破底他没破 48块多 涨到50几块钱 现在中兴电也是盘面上强势股 特别那大盘跌多少 那在这股票 还是相对抗跌 啊所以这里行情不好啊 投资票你在这里买 你套了 你看你套什么股票吗 对不对 我讲的都是很实际的东西 投资票 你这里买股票 你这里买股票 啊你行情不好 你不小心套牢了 对不对啊这里刚好是三四月份股东会强势回补 这里要除全息的时候 你买好了股票 行情稳定他还有机会上来 你做空草就被补掉了 好不好这都是很实际的东西啊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9月份电价还有可能会涨 这是一整季的话题 第三季 太阳人是重点 跟你讲到现在 亮橘灯了 缺电 好不好 除了我跟你讲台达电也是一样啊台达电啊 大盘不好他相对已经都修正很多了除了龙头吗 所以认同理念的来 投资朋友邀请你可以跟上老师操作 怎么放空我有交我的会员 放空前该做什么 该做什么准备 我也有告诉我的会员 那你准备好了吗 你真的懂吗 对不对你懂了再去决定要怎么空吗 不要那边嘴巴讲 好不好投资朋友所以要放空 没关系要我们准备空的名单给我们会员 那你要先准备好 那目前这个时候就是除全息的强势回补时候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做空的老师 跟你讲大盘现行是空 那为什么他现在要做多 你去问他好不好 就是制度的问题嘛 好不好投资朋友所以我都跟你讲实际的东西 认同理念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看头部节目 你要注意有没有抠讯 会员主别日期打上买什么股票 什么价格能不能成交 这四项你去对一下 节目要先分析预告股票 有助要有抠讯 公开跟你验证 涨上来跟你追踪 利多见报 卖掉跟你讲 从预告分析有助 到中间的证据过程 你现在要去看那个每天涨停板的 投资票都没有抠讯 对不对 台半我节目有跟你讲 一 一滴比一滴高 对不对我有跟你分析啊 是会员的持股啊 有卖啊 有减码6月27号啊 84块6这个地方 可以卖到86块多这个地方 我们留一半 另外一半不对 6月底这个地方行情不好 跌下来 该停损我们有停损 没成交的改价也有给大家看了 所以投资票你看最近很多股票都像这样子 台半也是基优股 啊这种股票跌的跟投机股一样 都是筹码松动的关系 那你有卖投资票那也是有价差 所以投资票我会买会卖该停损我也会停损 好不好 台半也是有预告的来 包括 字易6月中节目先跟你预告我盖起来我说我买什么股票 网通的事情我跟你讲嘛 所以我不会乱枪打鸟 三到五个看好的族群节目上跟你讲 对不对要有证据拿出来给你看 高价会员买的 这里买吗 124这里买吗 对不对 128这里做个价差先卖吗 跌回来又买回来吗 上来又卖掉吗 做两趟价差吗 行情不好做价差吗 我们也是有做啊 尽量去做啊 好不好投资票这都是过程 卖掉我也没有买回来啊 网通其他股票像雨智 省准 这个有卖掉都跟你讲 这个在五报的部分我们就做分享了 这天6月28号盘中 雨智卖掉 好不好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股票了 不太好做啊 又融资 融券要强势回补投资表 其实这里多空都难 但是都跌这么多了 又停支停卷了 融资又多 融资又多杀多又断过一遍了 这里当然是找基优股 死跌你去做多胜算比做空去追空还要大了 这都是实际化了 所以该卖我们有卖吗 对不对 3558的省准 也是一样啊 该卖我们有卖 这里卖的 这是网通的节目上有跟你讲的 老师的这个投资名单 6月底我预告机器人 5月底我预告机器人了 更正一下我6月初准备投资名单给我会员 8050广基吗 在还没有涨之前就有眼光跟你预告 机器人 对不对 准备投资名单这价位都有到的 包括像化汉 那你看到现在才开始出新闻 告诉你广基怎么样怎么样 出新闻都已经涨一段了 你自己看一下 8050 对不对 出新闻开始出大量 那你这个时候才要追吗 你一定是在 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先准备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 广基呀 化汉 大盘都已经破底 这些股票其实都有回撤 没有说但没有破啊 是不是你的机会这个都是有先讲的 从产业讯息方面也是告诉大家 IPC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工业电脑的部分 工业电脑的部分 缺料缓解 这之前都是订单积压着 没有晶片没办法出货 现在都已经是 可以顺利出货 这都是比较肯定 比较有机会 第三季比较有机会 我都跟你讲第三季比较有机会 机器人什么时候讲的 5月底就讲了 所以我就说做预告嘛 对不对 包括像这个工具机的 像上银 雅的2KY化汉嘛 都是节目有跟你讲的过程 今年还能够成长的 不多了 这都是我们跟你谈的方向 所以老师会员服务就两组 普通跟特别 口讯我带五党 额外准备投资名单 跟入会员影 投资名单放在我们的会员专区 同行都没有这些服务 入会员影告诉我们 目前的行情 怎么操作 怎么控管 我们都尽量沟通清楚 而且投资名单 我都是有设定方向的 2月5号节目就分享 我们看好的产业在这些 机器人就在这个地方 低轨卫星自动制造 也跟你分享 5月19号跟你讲的 大支的有机会的 车用的股票 玉龙红海 玉龙当时41块钱吗 5月19号的画面吗 直接就跟你讲大支的 小型股我不会去跟你讲 对不对 5月底的玉龙 6月21号 玉龙来到五字头 对不对 报大量告诉你不要追了 这一天 6月23号星期四 你自己看一下 在这一天跟你讲 投资朋友就在这一天跟你讲 就在这一天跟你讲 就在这一天跟你讲 不要追 这一天跟你讲 5月19号吗 18、19这里吗 这里告诉你不要追 这都是大型股公开给你验证 所以最后最后我还是跟投资朋友强调这样子 这里已经融资 断头了 140以下说真的 不常见 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到100看到让你看到130几融资大减之后 都是没有这个地方每次的相对低档都是融资 断完 出现了 所以这里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虽然 很多人会说老师这一波断了好几次 说实在这一波行情真的很特殊 我们也没有见过 没有看过这样子 断了 还可以再断 断了再断 断了再断 那市场上真的非常没有信心 但是投资朋友我们就透过这些经验来告诉大家 过去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 只要融资杀一杀 这个地方你还要去追空 还要去扛股票 但是 该卖股票的地方我告诉你了 5月底6月初就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要卖吧 这个地方融资这样子 你才要去卖 所以我认为大家自己理性想清楚我们所讲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是乱讲的 那你再来质疑我 我们都是按照过去的资料跟经验跟你讲就是这样子 市场上怎么走 不是我决定的 对不对 更何况我们有捡码我们有提醒你要卖股票 哎 好不好 最后告诉你不会发生金融海啸层级的东西 从08年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银行就已经受到很大的监管 为什么要看美国 我这边因为美国 全世界用美元 大概比重大概就七成 美国的体系金融体系很重要 压力测� 就是这个 失业率达到10% 商用的房地产跌4成房价跌28% 公债公司债利差扩大股价崩55% 这么严格的条件 美国银行都全部过关通过压力测试 这一次不是那种所谓债务所引起的 这一次完全是因为联准会就收资金 收回股市跌 然后大家预期会衰退 但是经济景气的东西我也跟你分析了 就算他有走向衰退了但是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吧 有必要跌成这样吗 好不好从这边都是这些的利空 推波助轮之下 而且融资都已经都杀成这样了 要不然主管机关为什么要出来说有些散布不死消息 就是机构法人有些都看空吗 看空所有的所有新闻所有媒体的东西都跟你写空的 写不好的但是其实投资票也都已经跌到一个程度 好我没有叫你用力买我们现在 货源的持股也是大概控制三档左右而已 我是要告诉大家过去历史经验你可以参考 对不对上半年如果跌很多 下半年都是没有表现 通常也没有那么差 尤其7月份又很重要的时候 老师做节目现在都已经跌到这样的时候我还要在恐吓你 跟你讲要崩盘 这也太奇怪了吧 该卖的地方早就叫你卖 有问题的时候早就跟你讲 4月中大家都知道 制造业的这东西要去库存 第二季要去库存 早就知道的事情 什么是在现在才暴利空出来 在这里跟你暴利空 然后告诉你这些库存的事情 投资票4月中就知道了 现在用这些东西来 恐吓你 好不好投资票我认为这东西都已经是用旧的东西跟你讲 所以你去过去历史你去参考一下我们讲的东西我觉得你理性去看一些东西 现在市场上真的太过悲观了 这太过悲观了 好那我们也要尊重市场吗 所以我们控管资金啊我有提醒你啊 好不好投资票你认同理念的你认为这个地方已经是跌到一个程度 对不对那你持股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整的乖利率很大的一些股票 然后有本质的 那你这个地方能忍住就忍住 啊谈上来哪些要优先卖的 你还是要调整 因为第三季很重要 好不好那你要怎么做 我们帮不了你 对不对节目我顶多给你方向 啊你想操作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盘中依序也给你看你这样做会不会比较安心 好不好所以持股问题你可以去做一些 调整跟处理 好不好第3季是个关键 我们也在观察当中所以邀请投资朋友你可以 填写表单送出资料我们尽快来协助你 好那我们的APP 给中时观众的平台也记得要去下载 好不好将来的 直播通通知文章 我们的五报分析 就是都在上面 好所以谢谢各位 你有想要询问路会也可以来电26538299 好那影片下方都有这个连结 填表或者是下载APP 好不好谢谢各位 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音乐结束之后再跟大家 再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谢谢各位 我们周四直播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